因為他就開始一直問那個小朋友說 買一個新媽媽幹嘛 這個不好嗎現在不好嗎 好啊你不要我啊這樣很好啊 這樣我就不用照顧你了啊 你晚上就不要叫我陪你睡啊 幹 超好笑 心太崩了 真的心太崩了 你有別笑嗎 沒有我沒有別啊我就直接笑啊 整車都很安靜就我的笑聲而已 就你這狗 靠北 我不是故意的 阿不是阿阿就包一個紅包阿就 跟小朋友阿去小朋友阿就問個 看似無害的問題嘛 阿你錢拿了要買什麼阿 我要買一個新媽媽 阿嗚 會買會買喔 其實我去年沒有回去嘛 然後今年回去 看到阿嬤 覺得阿嬤老了好多 而且還有一件很地獄的事情 幹 這個大概比那個熱狗還地獄 我們回去之後不是大家都在客廳 然後在那邊唱卡拉OK 然後我阿嬤 我阿嬤就一直這樣點頭 然後我想說 哇阿嬤很Rock捏 聽這個卡拉OK 還會跟著一直點捏 然後我爸就轉出來跟我說 你阿嬤得帕金絲症 OMG OMG 阿嬤 有夠地獄 地獄要爆 但是阿嬤完全不知道他有在 就是 那個好像是完全無意思 就這樣了 對不起你笑了 靠北 阿嬤的你也在撐上啦 幹 你喔 也有機會靠北 地獄路上有你有我 可不可以不要有我阿 有你就好了啦 不是阿 但是阿 也沒關係阿阿嬤 阿嬤也不在意 而且阿嬤甚至都不知道 對不對 然後 阿嬤也聽不懂 怕金絲殺毀 阿嬤也不知道自己有在點 那就沒問題啦 是不是 繼續ROCK 除了感傷阿嬤的身體以外 就是少拿一個紅包 你知道我從小到大 就是 我們家的那個家庭是很大的 就是我爸 我爸是最小的 然後我爸有好像四五個哥哥 然後三個姐姐 這樣子 就是很大很大的家庭 然後 然後 小時候就是 小時候 大家生小孩 都差不多年紀 所以全部都是阿嬤在帶的 全部的小朋友都住阿嬤家 阿嬤就一次帶五六個這樣 然後 不知道為什麼 從我們這麼小的時候開始 阿嬤一直都醉疼我 阿嬤是偏心到超爆 超級爆幹無敵天氣 而且人家跟阿嬤說 你怎麼那麼偏心 他就說 阿我就不喜歡你 我就比較喜歡 我就比較喜歡他 阿嬤也沒有在演 然後 每次過年發紅包的時候 我可以 你光看到那個紅包 你就知道阿嬤有偏心程度 有多誇張 阿嬤包給其他的孫子 包六百 然後包五千給我 WTF 臉他媽的太多了吧 阿嬤是 超級爆幹無敵 超級偏心 偏到爆 我都不知道他說什麼 阿嬤完全沒在演 你阿嬤有眼光 不是啊 人家都問阿嬤說為什麼 為什麼他到底好在哪裡 阿嬤都說他個性是最好的 最nice的就他 然後他都會直接講 你就很小氣 他就 就來 你就怎樣 阿嬤完蛋 阿你就怎樣 你就怎樣 依的雄賀欸 阿嬤就直接屌噴他們 阿嬤超狠 你都不要很棒 你都到處 到處去敢人完蛋 你都敢爬 阿嬤是不是認錯 等一下 我是人不錯的好嗎 阿嬤 阿嬤是不是不知道你很雞巴 沒事了 沒事了 我也沒很雞巴吧 沒事了我阿嬤不覺得我雞巴就好 你不要覺得太離婚了 不是啊我就只是包一個紅包而已 What the fuck 冤枉欸 要買一個新媽媽也不是我講的 這遊戲看起來好好玩 哇 雀巢這一季玩不到咧 雀巢這一季是這個純大王的 這一季多四個BOSS啊 阿嬤我覺得你是客家之光 你知道嗎 一直到那個 到那個活動我被邀請之前 我都不知道我自己是客家人 我都不知道我自己是客家人 我去了現場之後我才知道 蛤 沒有我是客家人 我還被選為客家傑出青年 What the fuck 不知道我這一次過年我還有回去問我爸 我爸說我是四分之一的客家人 因為阿公是客家人 然後阿嬤不是 所以 我爸算一半 然後我媽也不是 所以我算四分之一 我媽是四川人啊對啊 你的tag很多很多輔助寶石 靠北 那你在買一個烏克蘭 靠北 這次青年回去的時候嘛 我妹 我妹做了很多蛋糕 她最近 她 她買了很多那個線上課程 教人家做蛋糕了 然後這無聊 就在家裡面一直做蛋糕 然後她說 她做了一個 她給我吃一個我覺得還蠻好吃的 她說這個 在那個Starbucks賣一個要 45塊 然後她說她這個比Starbucks還好吃 我吃的我真的覺得蠻好吃的 那個東西叫什麼去的 長得有點像Muffin 那時候我忘記名字了 一個45塊 有人知道那是什麼嗎 她有跟我講名字但跟我講不起來 不是馬卡龍給我 欸 欸可麗露 對對對對 可麗露 對對對對 然後我說 欸這個很好吃欸 啊這個很好吃你怎麼不去賣 然後我說啊 然後她就說 就是我問她說你怎麼不去賣 然後她就跟我說這個 這個那個 Starbucks有在賣一個45 我說啊你做一個這個成本多少錢 欸 然後她想了一下之後跟我講說 我做一個要120 這靠腰啊賣120 自殺 哈哈哈哈哈哈 不准消 不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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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不是嗎 說 不是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